下面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硬碗床传轮传轮的安装 是用这个最细的金黄色螺丝 加这个螺丝兔帽 然后在这安装的时候 用这个钳子把这个帽子夹紧 我安装的时候就直接用手拉了一下 然后用螺丝刀拧到最紧 想变腰床的时候就直接翻上来就可以了 然后平时刹车的时候就刹车刹车掉 想退的时候就把这个刹车提起来 然后我们还配有这四个脚垫 就是以后变书桌 或者以后就不想要轮子的时候 然后就在这个床脚对应的床脚几下 有四个孔直接拧进去 然后调整高度就可以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